大家好,我是金色陈诺 今天我的话题是 如何提高你小孩的英语阅读能力 我在小学教了三年 双语、中英文 在我教学的三年中 印象最深的就是 在小学里老师如何帮助小孩提高阅读水平 很简单,就一个字 读 你不读怎么能提高呢 你要读各种各样有趣的书 我今天去了一趟图书馆 帮我孩子借了20本书 我每隔一个月都会去一趟图书馆 借个20、30本书 借不同种类 这一个是他们幼儿园的常用字叫side words 就这些字不是根据拼音规律来的 它是需要小孩子自己强记的 它叫side words在英文中 然后这一套书我儿子很喜欢 我就把它又订了 又借了 然后呢有不同种类的书 你看这些都是绘本 在美国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图书馆里 你可以借很多绘本给小孩 所以我利用这个机会每次都借各种各样的绘本 这些绘本很好 因为它的图画非常的吸引人 对我儿子三岁来说虽然他的字还没有认识很多 但是他看看这些画 他就觉得很有意思 然后我们跟他读 读个五到十遍左右之后 他的记忆力就会加强 这样子有时候他会自己慢慢给我们复述出来 所以今天我想告诉大家 最好给孩子的玩具 其实是书本 书本是最好的玩具之一 如果你能从图书馆借到 那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哦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